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新游客中心 8号举行了洛城启用典礼 县长徐真卫 农委会林务局局长林华庆 林务局花莲林区管理处处长黄群策等人 共同为游客中心来揭牌 徐真卫表示 大农大富生态资源丰富 县府推动环保低碳旅游 期许未来能够持续和林务局携手合作 享受慢经典花莲的悠闲旅游 让身心灵可以放大价 十年有成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游客服务中心正式接触开始 在华林县长徐真卫等等贵宾 共同一起为大农大富游客中心来揭牌 场面热络欢乐 这是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新的游客中心举行 落成启用典礼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已经成立十周年 201年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开园时客难使用改装货柜 作为游客服务中心 至今已经服务了287万游客 新服务中心斥资了5798万元 从2015年起立经13次的周标 克服万能之后 今日竣工完成启用 游客中心的设置之后 让我们大农大富的 整个包含生态旅游 或者是其他的游器服务的机能 更加的健全 也希望这个中心成立之后 能够更加的来带动周边的社区乡镇 甚至是花东地区的观光旅游的品质 许正会表示大农大富生态资源风部 是上苍祖林赐予台湾的宝地 劝政府积极推动环保低碳旅游 期许未来持续与林物质洗手合作 享受慢经典花莲的悠游旅游 让身心灵放大价 花莲就是一个环保低碳旅游 而且是讲求五个静 干净的静 安静的静 易静的静 静道的静 美丽的静 然后另外我们明年的slogan是 慢经典花莲 来到花莲享受慢的旅游 让你的身心灵放慢脚步 体会人生 经过展修后的游客服务中心 将成为花莲中区的意见 提供游客旅游资讯 休息空间以及轻食服务 并作为周边社区展示农特产的窗口 带动地方共荣 记者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道